欢迎大家继续收看中国电影报道 昨天演员汤唯来到北京 向大家介绍了自己出演的三部新片 建党伟业 急速天使和武侠 在这几部影片里 汤唯先后扮演了 革命青年 赛车手以及小村姑 他表示塑造每个角色的时候 自己都是尽心尽力 身穿鲜艳的红色短裙 汤唯在现场显得十分醒目 他透露自己刚刚结束了两部电影的拍摄 我刚刚有两部电影拍完 一个是陈可兴导演的武侠 那还有一个就是马鼠成导演的急速天使 戏看之下汤唯热显疲惫 原来在最近拍完电影急速天使后 这位片中的女赛车手遭遇了感冒危机 因为刚刚之前拍摄的最后一场戏 是我们在 戏围在上海下雪 在海滩边躺的那里 他穿短袖所以感冒了 抱歉 就算没有感冒 汤唯最近也够累的 拍摄急速天使期间 他时常穿坐在两个剧组之间 除了扮演赛车手 他还要在电影《建党委员》中 扮演爱国女青年陶毅 就是陶毅的那种性格 就是在学生运动中 大家呼吁去救国 然后去用学生的力量 来为这个革命做点什么 然后这个时候 我会振臂高呼学生万岁 今年汤唯接拍的 另一部《芯片武侠》 同样备受瞩目 在这部由陈可欣指导 曾子丹 金丞武等人主演的影片里 汤唯经常以村妇造型亮相 一个小村姑 我演的是他的一个 是他的妻子 整个戏份 因为这是个男人戏 汤唯告诉大家 2010年自己出演了好几个片子 但《武侠》和《建党委业》中的戏份并不多 此前有人戏称 汤唯是装点影片的花瓶 他直接了当地进行回应 等到明年 汤唯的三部电影就会相继上映 到时他将四处赶场做宣传 展望新的一年 汤唯希望自己能够把每件事都做得最好 我会希望我能够有时间 能够安排的过来 我们公司能帮我 把每一部的宣传都能做好 然后让大家都会有机会 就是看到我真的是尽心尽力地 在做我的每一个角色